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还是换脸这个话题 之前有一期视频讲这个rope一键换脸的方法 然后那个工具呢 最近更新到了2.2版本 它里面新加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换脸工具 这个工具还是很有一点意思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专门来讲这个新加的这个工具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工具 它呢使用方法还是跟之前一样 坐在这边提供了一个2.2的一个升级包 下载下来之后呢还是放到你的文件夹里 把它解压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新增加的这一项 然后双击来启动 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工具 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就是这边多了一个背景高清修复 它这个高清修复就是对整张图片进行一个高清修复 包括视频也是 所以这边这个功能的话没有必要再去说 大家自己尝试一下就可以了 其他基本上没有太多变化 下面这个倍数还有这个高清修复 给大家保持谋刃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动它 然后我们直接来说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画脸工具 点一下打开 工具打开了我们来双击双大 然后我们来选择这个原人脸还有目标视频 它这个原人脸和目标视频呢 只是文件夹的选择 我们我们选择这个C这个文件夹 然后这边的话选择这个D这个文件夹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C里面就是图片 然后这个D里面的话就是视频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这个C里面 如果这个原人脸这个文件夹里如果说存在着图片之外的东西 那么这边是没法显示的 遇到这个情况 大家需要去检查一下你的文件夹 然后点这个加载搜索文件 这边它会稍微卡一下 需要等一下 好这样的话人脸就识别出来了 下面是我们的目标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换脸了 好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选中你的目标 比如我们选一个随便 大家注意这一栏 就是你的目标视频 它只支持一个视频格式 如果你是想对图片进行人脸替换的话 那么你需要做一个转换 就把你的图片转成视频格式 方法也特别简单 用你电脑上的视频编辑工具 然后呢我们把图片拽紧了就可以 然后直接导出 导出就是视频格式 好然后我们回到工具这边 现在我们选中了目标 这里面有三张脸 然后我们需要点这个寻找人脸 这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三张脸就找到了 然后我们可以对这个脸进行一个替换 比如说我们替换中间这个选中你要替换的图片 然后点这个换脸就可以了 它这个会卡顿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脸就换了 换完之后呢它是有实时预览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随便点了 比如说我们随便那么点 你可以实时看到一个效果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在这个屏幕这边 鼠标中间去滚动 它也会跟着去变化这个脸 它这个工具呢 可以同时进行多张人脸的替换 我们现在是替换中间这个 把它替换成了这一个脸 然后我们再选择这个 左边的这个 然后我们再给它换张脸 然后给它换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我点回去的话就对着这个 点回去对着这个 它是有个一一对应的 这个时候它就是两个人脸 同时进行了一个替换 大家可以看到 是这个脸在发生变化 它就是可以同时对多张脸进行变化 这是这个工具的一个优点 那我们来画一个视频 我们用这个 这里面有五张人脸 然后我们点这个寻找人脸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 只出现了两张脸 这个显然是不对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调整这个预值 调整人脸的这个检测预值 然后让它把其他三张脸也检测出来 然后这个工具所有的这种数值 都是通过你鼠标的中介 控制这些数值的一个大小 我们来画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调一下 调到70 看一下 先点清楚 然后再点寻找 大家可以看到出来四张脸 还不够 我们再把它调低一点 调到60 清除掉 然后寻找人脸 那这样的话五张脸就都有了 然后我们来选中人脸替换 这个是应该是这个 然后我们来画一下 点换脸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脸已经换了 然后我们再选一个吧 这个是这个脸 然后用这个吧 已经换了很快 然后大家发现这个脸部呢是模糊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开高清修复 上面这个选项是高清修复 点一下就可以选中它 我们需要稍等一下 然后呢这边就会替换成高清的脸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脸 是不是已经变得很高清了 这就是这个 它是高清修复 可以通过鼠标的中间来控制大小 上下滚动就可以 这个当然没有必要去调 一般也就百分之百肯定是最好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参数的控制 首先下面有个线程 可以根据你积极的配置来调整 线程越多 肯定是速度就越快 这边这个视频的质量也是 它这个工具有一点小问题 它这块这个数字没有显示出来 但它实际上是在发生变化了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视频怎么导出 首先我们要选中这个 上面这一项 它是表示录制 然后点播放 大家看到这个进度条 它在自己的滑动 它就把这个视频保存下来了 表示我们就到这停止 点一下这个 把这个去掉就可以了 这样就停止了 这个视频存在什么地方呢 它存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保存路径 大家可以自己选自己的路径 我这边是保存到这个A这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A里面的效果 就是我们刚才导出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呢 它就给我们保存下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参数的一个应用 首先是这一项 这一项代表对嘴部的一个控制 然后我们打开这一项的时候 它的嘴巴会发生变化 然后大家看到了这个效果 然后我们取消掉 它又回来了 这个效果大家自己决定要不要开启 然后上面这一项是遮挡 它会对这个脸部进行一个遮挡的一个处理 它这个工具本身对遮挡的处理就很好 我们来画一个视频吧 用这个两个女孩 然后两朵花 她把脸部遮挡了 然后我们来画一下她的脸 然后再画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发生了一个变化 这个花呢基本上保留下来了 然后没什么损失 当我们打开这一项的时候 大家终于看这个点 这个花被补全了 就是说如果我们关掉的话 那么这边还是会损失一点东西 打开的话它就给补原了 所以这一项的话 它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作用并不是很大 就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高 然后剩下这几项的话 都是对脸部遮挡范围的一个控制 或者说是换脸范围的一个控制 然后我们再来画一个 这个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脸呢换了 然后它对这个眼镜的这个保留还是很好的 包括上面这个头发 如果我们换这个头发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把它取消掉 这边头发会少很多 我们开启的时候这个头发呢就补回来一点 这就是太遮挡了作用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的 这一项是控制这个脸部交换的一个范围大小 把它放大的时候 它这个范围会变小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个脸部的一个变化 这边有个边下来了 我们先把这个模糊度调低调成0 现在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脸部出现了一个方形的一个区域 这个方形区域就代表脸部交换的一个范围 比如我们换脸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脸部在变化 但是它的变化范围呢是局限于这个范围里面的 这就是这个范围的一个作用 这一项呢代表着差异性 就是和这张目标人脸的一个差异 那这个我试了一下 效果不是很明显 几乎看不到太大的变化 所以这一项的话 大家其实可以忽略掉 下面这还有一个 然后我们翻回来 寻找人脸 然后我们选中一个 先给它替换掉 这框框是可以对下面的脸进行一个组合 比如说我这边可以用save的键 当我按住save的时候 然后我去选择下面的脸 这样的话我选了三张脸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可以点这个 入入一个数字或者是字母都可以 比如我点1 敲下回车键 两张脸就会形成一个组合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会对这三张脸进行一个平均值 然后去进行一个换脸 当我选这个1的时候 它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组合 和你在这边选中的三个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最终换脸就是 这几张脸的一个平均值 到这儿呢我们就所有的参数 都给大家介绍了一遍 基本上大家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了 接下来就交给大家自己去尝试 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 就这一项 就是这个人脸的预值 这一项的话 大家不要在这个换脸的过程中去调整这一项 这一项的话 如果你调整了会出很大的问题 很难搞 然后如果是你要调整的话 就是把它清除掉 把这个给关掉 在没有人脸替换的情况下 再去调这一项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